總結一下,改動的地方基本上 就是利用這個 就是叫做Create Object 所以以後看到你那個網路上面 如果你看到人家用Create Object的話 那實際上就等於是宣告之後再New它 那當然如果用宣告再New的話 這個地方一定要記得 你要用設定引用項目要選對 而且有的時候 它這個名稱跟那個引用項目名稱 又不完全相同 所以有的時候很麻煩 你要去猜 所以如果有Create Object 可以知道它的Object名稱 那其實就簡單了 所以有的時候可能還是要知道說 它的那個Object的名稱 你根本不知道它這個引用項目的名稱也無所謂 那你想說那個引用項目到底是什麼 實際上那個引用項目 實際上這個設定引用項目 實際上各位可以看到 它實際上就是電腦裡面 在你的那個什麼 CDA的Windows CX32裡面的一個DL 就是一個函式庫 那這個函式庫其實只是 你會發現打勾 你會發現這個就會出現 它的那個 在CX32底下的實際上的路徑 它就是什麼什麼點DL 那DL我好像上禮拜講過 就是Dynamic Link Library 意思是說它是一個動態連結的函式庫 也就是說這個函式庫 是當你需要的時候 它再去把它帶過來的 有點像是 但是這個DL 其實跟我們模組 有一點點類似地方 但是模組是 我們模組是看得到我們的程式 但是DL裡面的東西 是已經被編譯過了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 它裡面到底寫什麼 我們只知道說 怎麼去create它的物件 那這個物件呢 當然你將來就是 會給它一個物件名稱 比如說像這個名稱 那如果我想知道說 它物件名稱 裡面有哪些方法的話 那當然我要先知道說 這個 這個函式庫裡面 它有哪些方法 哪些屬性 可以怎麼用 那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就是官方 會有官方的說明手冊 或者你可能要搜尋一下 每個物件都每個物件的使用方法 OK 如果你知道該怎麼用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函式庫的用法 就OK 至於說它怎麼寫的啦 比如這個DL 是用哪一種語言寫的 其實說真的 那個 不是我們 需要知道的那個部分 不過通常 如果你效率高的話 通常是C++寫的 OK 因為C++相對 它的效率會比較快一些 比較高一些些 好 裡面的話 就是會產生一個物件名稱 然後呢 它的方法就點Open 後面實際上就帶三個東西 剛剛有講過啦 就是 你給它一個 用網址 Get 就是一個 其實有Get跟Pause 網址上面可以帶一個 這個參數 所以把這個網址帶過來 然後要不要同步 非同步 就是False不要 然後傳過去之後 它就給一個Response Response的話 我要它的XML 所以就把這個XML 放在這個物件裡面 然後呢 並且呢 用節點 用Expace的方式 給它節點 並且幫我把 資料給抓過來 那我之前 好像本來那個 這個欄位名稱是寫在下方 我把它放在上面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 比較有一個順序吧 就是先給它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設中斷點好了 OK 比如說設一個中斷點 然後停一下 OK 然後讓它先去把網路上 資料抓下來 然後讓它放這個欄位名稱 然後再把資料一個一個抓下來 先抓第一個 再抓第二個 因此類推 然後這樣就全部抓下來了 剛剛重點大概是這一些 你會發現其實不一樣的地方 應該是只有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你們要兩個比對的話 其實就是這一段 程式嘛 OK 其實後面的部分呢 就是跟讀檔案一樣 OK 所以差異就是說 上面是用點漏的方法漏進來 所以喔 這個可能兩箱比對一下 上面的這個是用漏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我剛剛好像試過 因為我本來在這邊是有create 除了這個object之外 也有create這個object 可是後來發現 這個object好像不create之後 當它丟進去的時候再產生 也可以 也就是可以少寫一行 所以我把那一行給拿掉了 OK 這樣會更精簡 所以你會發現寫下來的程式嘛 原則上大概就長這樣 OK 那也就是說呢 你們如果要再去抓別的資料 反正就套用 第一個要知道它的網址 第二個的話呢 要知道它的結構 第三個就是說 它到底它第一層 最外面那一層是什麼 然後其次那一層是什麼 再把裡面資料抓回來 然後呢 還要知道說它的節點名稱 分別把它帶進去 那應該就可以得到我們最後的結果了 所以喔 這個也許請各位 再把這一個範例吧 也許兩個人 當然也可以讀檔案 也可以從網路 不過好像一般比較少人 會先下載之後再讀進來 當然也是有啦 比如說呢 你們公司是從Server端 直接就丟檔案給你 那你用這個方法 如果假設說 那個檔案已經被放在Server的某一個位置的話 或者網路上的某一個位置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做 那再來的話 請各位就是修改一下 如果我希望 把剛剛的練習 改成下面的這個 就是UBY這個練習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針對這個UBY 那UBY當然它預設這邊是CSV 可是我假設 我知道說這邊有XML 那我一樣 當然幾個練習方法 按右鍵 當然如果你不太清楚它的結構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先另存連結 也就是說先把這個檔案呢 先把它下載下來 那名稱也許它這個很長一串 你改一下 改成UBY好了 比如說叫UBY AXML 的X.XML 儲存一下 我放桌面好了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把它打開 之後的話 按右鍵 把它稍微 用Nordepay++開一下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結構名稱又不太一樣 它這個結構名稱 比較像是 我們最前面講的 它最外面其實是一個資料表 所以你會發現它 那個名稱就跟剛剛不一樣 它直接叫TABLE 然後裡面的話 下一層的話 每一個 就叫做RAW 然後在裡面的名稱就是Column 1 Column2 Column3 當然你如果這樣看不清楚的話 你可以Ctrl-A C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直接先放到哪裡呢 放到那個 我們的XML的Editor 然後把這邊Ctrl-A Ctrl-V貼上 OK 那貼上之後的話 再利用這邊 右邊這邊就會有一個叫做 其實你不用按 它會自動幫你轉換成物件 那這邊就TABLE 所以這邊有一個TABLE 裡面的話就是RAW 然後再展開的話 裡面就會有總共有幾個Column 總共會有1到14 所以意思就是說這邊有14個欄位 那欄位裡面的話 它這個結構又有點不太一樣 它這個裡面的文字 是放在這個名稱後面 當然你可以抓前面這個名稱 也可以抓這個Name後面的名稱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也許喔 如果你今天希望把這個資料給擷取下來的話 換一下好了 比如說利用剛剛的範例 改成這個Ubuy的這個範例的話 那該怎麼做 當然你可以用的方式 第一個當然也是一樣 你可以用什麼呢 用就是它內建的功能 不過前提可能你還是需要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可能還是要展開喔 我覺得它動作其實還蠻多 但是很方便 直接展開就可以得到結果了 只是說有點還是要用滑鼠去點選它 然後最後把資料給載下來 可是如果今天呢 我希望利用剛剛的方式 就是利用剛剛的這個練習 我們這個好了 OK 然後利用這個當範本好了 也就是說呢 可以把它改成就是什麼 讀取 也許就是改成 讀取那個Ubuy的XM檔案 然後試著練習看看好了 OK 試一下